欢迎收看寒天卫视新冠疫情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自同 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蔓延 新增病例数字死亡人数 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令人触目惊心 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 截至到接稿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已达到1195万7132人 死亡人数为25万7807人 加州确诊病例为106万6518人 死亡人数为18470人 全球确诊病例已达到5747万0538人 死亡人数为137万1323人 我们再来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线截至到接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为35万3232人 死亡总人数为7365人 华人区居住地带感染数据分别为 阿杭莫拉1656人 阿克里亚676人 阿姆蒂5599人 孟锤瓦1209人 罗斯敏1165人 San Gabriel867人 城县累计感染人数达到67167人 死亡人数为1537人 圣地亚哥感染确诊人数为68140人 死亡人数为952人 河边县确诊人数为7809人 死亡人数为1396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 预计在1月份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的乔拜登 誓言要停止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筑墙工程 这是川普总统任期的核心项目 在德克萨斯州的拉雷多地区 巡逻园监视着美墨之间超过270公里的边界 已有计划要在这个地区建造大约113公里的边界墙 拉雷多地区首席巡逻官说 这道屏障有助于打击偷运人口和违禁品进入美国的犯罪团伙 他说当我们安装围墙系统 这些犯罪团伙的利益将会被剥夺 这些钱不会留回墨西哥成为购买武器的资金 不会成为武器弹药 被用来伤害我们边界对面的邻居 总统当选人拜登说 他不会拆除川普总统任期内建设的墙 但他做出了这个承诺 在我的政府领导下 连一尺墙也不会修建 海关于边境保护局表示 到2020年底 可按计划完成724公里的边界墙 一面政策研究所助理政策分析师说 川普总统现在还是总统 一直到1月20号 因此在那之前 我们可以预期边界墙工程将继续进行 海关于边境保护局说 大多数合同都已经发出 到目前为止 1188公里左右取得资金的边界墙正在施工中 分析家说 当拜登就任 对尚未完工的合同 他将有选择权 专家说 他的政府可能正考虑终止进行中的合同 甚至连目前施工的地方也有可能 政府确实有许多回旋的余地来处理这个问题 而且通常轻而易举 有必要向承包商支付解约金 川普总统行使权利用来建造边境墙的许多经费 目前正受到挑战 有待最高法院的裁定 尽管已经花了许多钱 在拜登政府期间仍然可能是一个争论点 有研究人员说 我认为这将是在政府过渡期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之一 最高法院的裁决其实并不重要 对于那些拒绝为川普建造边界墙而放弃土地的土地所有人 拜登也做出了这个承诺 美国总统当选人乔拜登说 撤回诉讼我们不做了 我们不会没收土地 长期以来 民主党人一直倾向于使用科技来监测 美国南方3000多公里边界的非法越境者 而不是扩建边境墙 拜登说 我要尽力做到保护边境 但这要基于我们务必使用高科技能力来处理这个问题 边境墙首席巡逻员 哈达克赞成采取多方面的边境安全措施 其中包括实体障碍 反对边境墙的人说 这损害生态系统 造成更严重的洪水泛滥 切断了动物通道 而且拜登该做的不只是停止建造围墙 专家说 我认为有些地方的墙必须拆掉 对环境的损害真的太严重了 分析人士说 除了环境因素外 拜登不仅必须在边界的安全和人道因素取得平衡外 还要顾励大流行病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 星期四 英国宣布 英国国家网络部队组建成功 这支部队由政府的网络黑客组成 负责发动进攻性网络战 打击对英国构成威胁的敌对国家 恐怖组织和有组织犯罪集团 这支部队由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和英国国防部联合组建 路透社援引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负责人 吉里米·弗莱明的话说 这支部队将汇集情报和国防能力 以改变英国在网络空间对对手的对抗能力 到目前为止 英国官员们一直没有明确说明 这支部队的具体目标和行动 不过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 这个部队从今年年初开始行动以来 已经计划对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以及敌对国家发动了攻击 网络黑客部队可以通过干扰手机 防止恐怖分子与其他人联系 也可以帮助防止互联网被用作重大犯罪的全球平台 包括对儿童的性虐待和诈骗 并且确保英国军用飞机不被敌对武器系统瞄准 英国一直拥有很强的网络攻击能力 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国防部以及政府通讯总部等 都有自己的网络作战力量 但是英国人很少谈论自己这方面的力量 也不太愿意使用这个力量 不过2018年英国政府通讯负责人弗莱明表示 英国曾对伊斯兰国ISIS进行了重大网络攻击战 这些行动对联军制止伊斯兰国的宣传 阻止其协调进攻能力以及保护在地场 以及保护在战场上的联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国家网络部队第一次将英国政府通讯总部 国防部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 国防科技实验室的网络作战人员统一收归麾下 英国卫报说 业内人士表示国家网络部队希望专注于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的工作 但是如果有必要 网络部队也可以对付俄罗斯或中国 据估计全球大约有60个国家拥有网络攻击能力 其中伊朗和朝鲜拥有不容小觑的能力 有记录显示这两个国家曾针对英国发动过袭击 另外莫斯科和北京的情报机构也有国家资助的黑客 美国早在2009年也组建了自己的网络司令部 应该是最早建立网络战队的国家 2013年3月 美国网络战司令部宣布将增加40支网络部队 其中13支确定是攻击部队 用于在国家受到重大网络攻击时进行反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造访了格兰高地 成为50多年来第一位造访这个地方的美国国务卿 此外美国国务院宣布 把巴勒斯坦人领导孤立以色列的所谓抵制 撤支与制裁运动视为反游主义 美国政府将停止资助支持这个运动的组织 自1967年6日战争 以色列从叙利亚中拿下格兰高地以来 以色列一直占领并控制着格兰高地大部分的地区 面对伊朗的威胁以及叙利亚的内战 导致伊斯兰恐怖组织对中东地区带来的不稳定 川普政府改变了几十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 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的主权 把美国大使馆迁入了耶路撒冷 不再把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顶居点视为非法 强化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 帮助以色列对抗伊朗 并且协助西方国家的反恐努力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 仅仅是对地面上的现实的承认 蓬佩奥说 这里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也是以色列控制的关键部分 我记得当年我还是一名美国陆军 一名军官的时候 国际社会施压要把这个地区归还给叙利亚 当时所有的来自欧美精英阶层 与精英机构的愤怒声音都说 应该归还给叙利亚 但是请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在阿萨德控制的这个地方的情况下 对西方对以色列与人民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与伤害 以色列吞并葛兰高地尚未获得国际认可 巴勒斯坦人强烈反弹 并且领导所谓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 抗议并且孤立以色列 星期四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共同记者会中表示 美国将立刻采取行动撤销美国政府对支持这个运动组织的任何援助 这个运动的斗争政策包括寻求阻止购买以色列制造的商品向国际公司施压 要求不要在以色列做生意 并且敦促名人不要访问以色列或者举行演出等等 星期四美国政府也宣布 将把约旦和西岸犹太定居点出口的产品标记为以色列制造 谢谢大家